我们也会带来我们对于时下很热门的一个中国的电视剧狂飙的 算是影评会也好或者是一个讨论也好吧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影视剧 因为在过去几年啊 其实在中国你要说烂剧多 确实但是也有一些好剧 就比如我之前有留意到的县委大院 县委大院很多观察中国的人都认为 这个县委大院如果你看懂了 那你就理解了习近平这个理念中的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个侧面 还有之前的有一个叫黑兵王国 还是叫一个什么黑兵 还是之前一些中国优秀的电视剧 尽管在烂剧之中啊 我们还是能逃到一些好的 或者是确实能引起热度的 好的好看一些的电视剧的 好的那今天的华尔街论坛直播 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是小杨 这位是和平先生以及艾瑞 再见 大家好 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六度世界的文章 作者是阿爷 我是基本上从来不推什么国内文章内容的 但这个狂飙也是看社交媒体上 我倒完全无法想象 然后看了的确有很多新的感触 说说个人的感觉 不说阿爷的什么反腐洗脑 那些破玩意儿咱们可以完全略过 但现在想想要在中央台上映 怎么也得让阿爷掺进来他那些破玩意儿吧 人家是前主 电视台也是人家的 他家就家吧 从商业法则上来讲也无可厚非 除非不在阿爷的电视台上映 那是另一回事 虽然已经抱着忍住恶心的准备看了 但的确还是被意外惊讶了 至少前三十集 是几乎没太有阿爷的正能量的 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黑社会警匪片 这很难得了 阿爷审查怎么过的 不得而知 后面几集的确很拉胯 明显改了剧本和对白 演员嘴型也对不上 肯定是为了阿爷那些破玩意儿而改的 所以可以理解 家里董事长看了原著 据说原著很暗黑也很血腥 的确不可能过审 所以大概也是意料之内 但还是想说的是制作 导演的方法 一开始很明显有很多港片的痕迹 可能也是向很多著名港片致敬 但后面的拍摄手法 剧情设计都超出我们想象 很多编剧角度都完全超越以前国产烂剧的概念 这是值得肯定的 再说演员 从主角到配角 除了个别一两位小白脸 小美女演员拉胯之外 所有主角配角都表演非常出色 非常真实 没有做做痕迹 非常难得 尤其是前三十集 讲述黑社会发架史的过程 演员表演非常精彩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精彩程度 过去十几年的 如范冰冰这一代的美男美女就不谈了 就说在早一些我们喜爱的如葛优他们那一代 已明显被这些演员超越 刻板 教科书式的表演在这部剧很少被察觉 完全是生活花的演出 很难得 后面几集为了阿爷的Hardsell意识心态 也就忍了 我也是快进的 但不影响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多人才的 即使在严格管制的文化行业方面 很多人才愿意仔细观察生活 钻研表演 今天终于有出彩的地方 只要稍微有一些机会 能让大家稍微发挥一下 少一些阿爷那些洗脑的破玩意儿 很多人才是可以deliver出来优秀的作品 就前三十集来说 这部剧照The Wire或者Breaking Bad还有很大差距 但我觉得不亚于一部中上分数的美剧 非常难得 也非常意外 可能也是我这些年很少看国产剧的原因吧 之前有看另一部隐秘的角落的一些片段 也挺不错 准备也看一下 虽然不期待在文化馆之下有多蓬勃发展 但如果能摆脱那种娱乐至死 国产烂片的水平 偶尔有这么一两部像人一样的 让地球人都能看得下去的 已经很不错了 可能是这些年之后 有些量变到质变的味道吧 但规模性质便肯定还远着 但至少有这样的东西出来 是是让人改变一些看法的 写得匆忙 可能造成一些方面理解上有些模糊 再补充一下 一 我的角度可能跟和老板的角度不一样了 我对狂飙的点赞 完全是出于其作为影视作品娱乐性的优异 并没从中国社会的 官场 反腐的角度对其观察 任何能在中国播放的影视作品 要看得如何反映真实的官场 反映真实的黑暗 都是奢望 我们并不抱有这种幻想 所以在不考虑党国正能量因素的情况下 就能比较正常地欣赏这部电视剧 二 所谓一部央视播放 有前所谓有之火爆的电视剧 这样的现象还是很罕见的 毕竟今天不是三 四十年前中国电视剧极度稀缺的年代 所谓万人空想并不一定代表当年电视剧的质量 而首先说明没有数量 才使得一万人捧着一部电视剧观看 今天中国的电视剧市场 简直可以说是泛滥 所以也就有了这些年国产烂剧的美誉 本人看得很少 更别说与主旋律相关的 基本都没看过 所以其实本身也没太多资格评论国产剧 但这次的火爆程度的确让我诧异 跟以前非常不一样 主旋律电视剧以前都必须火 这些我们也是司空见惯了 但这次毕竟是一套中央政法委作为前主的作品 听着跟往常一样恶心 可是这次火的是抖音 Bilibili这种年轻人的平台 社交媒体 而且传播程度远远大于以前 这才是让人惊讶的 今年的年轻人也不都是那么容易被洗脑吧 所以才选择试着看一下 请见谅 以下部分涉及少量剧透 不喜无看 三 我不断强调了 咱们只谈论前三十集 从这个角度 狂飙的确算是一部少见的优秀电视剧 粗糙地说 前三十集与后面可以堪称是割裂的 所以可以作为一部较为完整的作品来评价 后面的几集为了阿爷的宣传目的 大概逻辑断裂都存在 但在人体盘播出 要扔过审 这些也无可厚非 忍住恶心就得了 四 另外 从所谓黑社会剧情的角度说一下 在阿爷的治下 中国并没有黑社会 所以像很多评论一样 拿杜其风的黑社会 作为一个主要比较 是不太恰当的 准确地说 里面的主角不算是黑社会 而是一个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并不像杜其风的黑社会 那样组织清晰 管理严密 而只是一群管理松散 只为七行罢市 获得利益为目的 而存在的涉嫌犯罪集体团伙 这是符合中国社会现状的 中国没有什么严格意义的黑社会 黑手党 所谓各地的黑社会 不是小规模的地皮流氓 小混混 就是涉嫌违法抢夺利益的黑恶势力 所以 狂飙的描述是准确的 并没有把主角设计为社团龙头大哥 或者教父式的人物 整个剧情安排 也是为了商业集团各种利益 而引发的犯罪 而不是什么常规性的黑社会生意 那些杀人剧情 可以说是增加西剧情 可以接受 五 狂飙 不像这几年出现过的一些不错的悬疑片 破案片 这是一部描述社会现状的电视剧 悬疑推理片 可以完全靠剧情设计巧妙 就可以引人入胜 但 狂飙 并不需要故弄玄虚 况且 大部分正反派 也都明显摆在明面 悬剧的出众 是导演 编剧 演员全体成人的杰出努力而得来的成果 它不是简单的推理 所以 其剧情设计不但符合现实 增加了戏剧性 但完全不夸张 基本符合底层的现状 虽然有张艺角色的白莲画 而导演的拍摄手法不但仿效了港台 也有很多超越之处 更要提的就是演员 这在网上都被夸烂了 这里也就简单带过吧 就是每一位主角配角 一两位不足轻重的美男美女除外 几乎都满分表演 非常难得 也可以看出 今天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演艺人才的 六 一定要说一下的就是写 狂飙的初衷 主要是因为 近来同时 在香港发生的影视大事 今日 香港票房排行榜被刷新 黄子华主演的 毒蛇大壮 票房突破一港元 问鼎香港历史票房第一港产片 同时之前 古天乐的《明日战绩》排第二 黄子华早前另一部作品 《范气共青》 以七千七百万港币票房排历史第三 这三部电影都超越了早年周星驰等大排明星创下的记录 紫华神 港人对黄子华的昵称也是本人一直喜爱的演员 不光是电影 她的动不笑也亲自捧场 这也是她的主要功力所在 在2019年以前的香港 没有仇恨对质的香港 黄子华的才华的确是非常出众的 所以对于她的范气共青 在上映之后本人也一直非常期待 等了几个月后 在大概元旦前后终于有了网上资源 得以观看 观后感很简单 大失所望 当时的票房已是三千多万港币 已经是黄子华的历史记录 而且在港产片来讲都算是非常大卖的票房数字 这就让我非常奇怪了 是我的品位下降了 还是黄子华的水平不在了 三千多万票房就给我看这玩意儿 电影完全没有能让人深刻记忆的幽默片段 竟然就拿了这样的票房 现在更跃居史上第三 这完全是让我大呼奇怪的 由于排名前两位的作品还没看 所以不敢轻易评价其优劣 但最近的票房暴涨的现象 有很大程度还是由于香港社会对于大陆文化的排斥 而将支持给予了所谓本地电影 只要打着本土电影的旗号 都能争取到不错的票房 这是本人很狭隘对这个现象的总结 这里就不展开剖析香港今天还保持单向思维的原因了 因此看了今天香港出色的作品 在对比狂飙就看到了香港的停滞和国内的一些进步和亮点 反差还是非常强烈的 今天中国的很多方面都因为四十年发展的积累 到了可以出现某些程度质变的时刻 虽然在文化作品上还遭遇着最严苛的管制 但即使如《狂飙》这样的作品 可以在夹缝中偶尔出现一次 也可以慢慢形成一些进步 那也是比香港的固步自封 洋洋自得让人更感觉到希望的存在 谢谢大家收看